這剛學長的話是第一次 平常現在的話也是第一次 因為第一次遇到的時候還蠻緊張 因為小時候就看著他們打球到現在 日本職棒C5隊投手張毅 2019年12強力抗強敵 被譽為中華隊救世主 這次經典賽張毅則改以中繼身分出賽 說真的 2019年完全沒有想得多 只是憑自己最大的努力 為國家拿下勝利的心情 說真的沒有想說20123今年 想要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就是平常心把自己做好 然後比賽來就是輪到我 就放手一搏這樣 對 從記者會開始的話就是 那邊GN就已經說 中繼為優先 然後就從 自從從那開始之後就開始慢慢的在準備這樣 WBC在3月 所以剛好是一個蠻有張力的一個比賽 所以在那之前的準備都要做足 對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到比賽 也不能直接一次直接上去 可能在中途會受傷之類的 所以每天的準備跟自己 常跟自己的身體對話這樣 對 張毅在日本已經開始進行牛紅頭球 雖然尚未拿到經典賽用球 不過張毅認為自己適應上沒有問題 因為以時間來講的話 回去16號開始拿新球 因為比賽3月8號 有差不多兩個禮拜多的時間可以準備 所以不急的去丟 因為那是大聯盟球 會跟日本這般不一樣 會滑滑的 而且又有點大顆 可能一開始丟的話 可能會負擔不了那種球的重量 可能會造成受傷 所以先以日本的球去做程序 完之後再慢慢的去 跟中途會報道之後 慢慢的去傳接球 適應球的 面對這次經典賽高張力賽事 張毅期待自己能在這次賽事中 有所突破 跟之前相比的話 比較 應該是比較難去突破的一個關卡 可是 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會讓自己很興奮 不要想得太 因為大聯盟說真的 球是原的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自己都不知道 只有在那個比賽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都會 大概選手 都會有自己做好這個準備 去面對對手 對 隊友吳念廷 則是首次 批上中華城邦隊球衣 談刀入選的心情 他笑說其實有點不安 畫面喔 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這些 就是穿到正式的CT的話 那是一個非常 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一個 榮耀跟目標啦 就是能穿上中華隊的衣服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啦 對啊 所以很期待這次的比賽 肯定打球打那麼久了 終於可以穿上中華隊的球衣 也是從國小國中搞中打球以來的 一個目標吧 以前就是為了想要當國手 然後才這麼努力 能代表台灣出場 出比賽 這一直以來的目標 所以那個不安就是因為 第一次當中華隊過手 不知道要用什麼心情去比賽 這就是有點不安的地方 首次在例行賽前 備戰高張力的國際賽事 吳念廷還專程找隊友 山川最高請教如何準備 就是都會 昨天跟山川有聊到這個事情 然後他就說 他才知道我們是在台灣辦比賽 所以我說我們贏了回來 來找你們這樣子 那就是說好好好 等你們來這樣子 就是互相有噪音一下 對啊 明天有啊 就說什麼時候要去報到之類的 那 我就說跟 也是跟 日本代表隊一樣是 16號17號去報到 那就是有問一些 調整的方式啊 然後明天就說 其實我也沒有做什麼調整 就是照每年這樣子 以春訓的日程去安排練習 那其實也是最習慣自己的訓練方式嘛 這樣還是對自己會比較好 對他有這樣講 吳念廷與其他旅日選手 都將在16號加入中華隊集訓 吳念廷也特別透過巴摩Sports鏡頭 向球迷喊話 大家好我是吳念廷 希望這次WBC的比賽 能打出感動的比賽 然後 希望球迷們可以來球場 替我們加油 然後 台灣加油